好, 小朋友, 我們先做熱身 伸手出來 好, 我們拉一下 是, 再向上 好, 另一隻手 再反轉 鬆一下 King Sir, 我們做完熱身了 你覺得小朋友做得怎麼樣? 各位小朋友都做得不錯 伸手也不錯 那就好了 小朋友, 一會兒我們跟著 習慣導師King Sir想習慣一堂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就記住舉牌發問, 知道嗎? 知道… King Sir, 我知道你是雜耍導師 雜耍有火球、扯鈴和轉碟 我們今天先示範什麼 不如我們先由扯鈴開始吧 好, 那我們就看你示範吧 好 好, 我們給我一點掌聲 King Sir吧 小朋友, King Sir厲害嗎? 厲害… 不是的, 如果小朋友想學扯鈴 是不是最先學好運鈴呢? 沒錯, 運鈴是玩扯鈴的最基本技巧 一定要學得很好才能玩扯鈴 不如我們邀請兩位小朋友上來 一起跟你學, 好嗎? 好啊 好啊 King Sir, 其實繩子挺長的 怎樣知道是適合自己的呢? 我們手上有兩支棍子 我們把其中一支放在地上 我們用腳枝微微踩著 繩子就去到自己胸口低一點的位置 就代表適合自己的長度 如果太長或者太短, 怎樣調教? 我們棍子的末端是可以進行綁結的動作 如果調教到自己適合的高度的時候 就可以用末端的位置綁結結就玩了 那也很容易調教的 我們不如開始學運鈴吧 沒問題, 好 我們怎樣做運鈴的動作呢? 首先要把棍子放在地上 然後把扯鈴放到繩子上 然後拿起兩支棍子 然後我們要放在地上進行拉動的動作 又提高扯鈴之後 我們要右手上下拉動 它就會隨著我們的拉動就開始轉動了 小朋友, 不如試試吧 把棍子放在地上 對, 之後就放扯鈴上去 我們拿起一支棍子 好, 拿起 右手上下拉動 原來一隻手就好了 對, 我們右手上下拉動 扯鈴就會跟著我們的動作旋轉 有沒有說拉得越快就越好? 拉得快就未必是好的 我們要用一個節奏上下拉動 可以控制到扯鈴, 就為止最適合了 是不是同事要兼顧平衡? 沒錯, 因為扯鈴要做到平衡 才可以開始學玩花式 大家都做得很好 一起跟King Sir做一次, 好嗎? 把扯鈴放在右腳尖 然後向左邊拉一下 二、三, 拉動 拉高之後, 右手上下拉動 好 做得很好 你們也做得很好, 可以回來坐了 怎樣?你們覺得難不難玩嗎? 不難 我覺得可以的, 因為基本動作都是較簡單的 你想不想學一些再高難度一點? 好 好嗎?好, 我們現在先問King Sir 我們學會了運靈之後 可以學什麼花式? 接下來會教兩個花式 第一個花式就叫做一枝獨手 第二個動作就是我們學會了運靈之後 我們也要修靈 我們就學一個魔術的修靈 我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看 好 好, 第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也要先進行運靈的動作 拉去五秒鐘 然後我們就進行一個左手拉高 然後右手跟我扯鈴的距離很近 然後嘗試拋上棍子上 這個花式就叫做一枝獨手 要成功地落到繩子上才成功 第二個動作就是魔術修靈 我們就要利用繩子和棍子的 一個纏繞的動作 拉開它, 它就是一個修靈的動作 是 精彩 其實做這些動作 有什麼要注意嗎? 我們首先做熱身動作 第二件事, 我們一定需要做到 這個扯鈴快速的轉動 我們做一枝獨秀的花式 才會比較容易去做一個平衡 因為我們做運靈的時候 它已經是要一定的程度 令到扯鈴平衡了 然後另外最後做一個魔術修靈的時候 我們就要一個很快手腕協調的能力 就要繞著它 然後我們要捉緊扯鈴, 拉開 對, 其實我們也要運用手腕協調 才可以做到這兩個動作 這兩個動作是否很容易做錯的? 對, 動作比較簡單 但他們會有時候因為失去平衡的時候 就會進行繩子, 會進行一個纏繞的動作 這些纏繞的動作 通常會令小朋友不知所措 不知如何繼續玩下去 有沒有自創的花式? 我示範一下我的自創動作 對, 同樣地也要做一個拉扯的動作 對, 然後… 這個就是我自創的動作 KINGSir, 我們現在過來一起聊聊天 小朋友, 這個就是剛才KINGSir用的 扯鈴的工具 不如讓你們看看有什麼特別 好 你們可以摸摸 好像一句… 好像什麼? 很像一個Yoyo 搖搖? 像沙漏 像沙漏 KINGSir,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這個湖水綠色的部分是靈環 用來幫助做平衡 中間黑色和白色的位置 就是靈的軸心 剛才用繩子拉動的時候 就會做到平衡的效果 其實是不是要加速的話 就要靠中間的位置? 沒錯, 中間是軸心 用右手拉動才可以通過一段時間 而且我看到中間的位置 有白色邊, 為什麼要這樣分? 因為我們有分方向 這個軸心要白色在前面 還有黑色要接近自己 請問它用什麼物料來做? 是, 扯鈴的靈環是用塑膠來製造的 為什麼要用塑膠? 因為它的內容 因為它掉的時候也沒那麼容易耗損 原來如此 抬上一分鐘, 抬下十年功 如果各位小朋友 好像想King Sir那麼厲害的話 就要努力練習才行 接下來King Sir還會示範 泡球和花式轉碟 我們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下次見 今天的訪問很有趣 我學會這些新的知識 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